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萬迷早晨節目的主題就是 我們會說說 萬亂近排 踢到有板有眼 好像越踢越出色 就不是以前我所說的那些 禮神的戰術 後防亦相對來說好一點 但我們今早的影片都看到後防的一些弱點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是否真的我們把主場的 那些沒有觀眾鋪一塊布 鋪了不是紅色就行 當然不是啦 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不過講這題目之前 就要跟大家說一些東西 包括今晚10點半成團 因為我檢查了官網那裡 90 in 20 加良達達那場球已經有了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昨晚的宣傳片 謝謝大家的支持 有超過50位朋友已經報名參加了 所以我們成團 今晚10點半約定大家了 我們會提議 你可以用手機去看大巴Youtube的直播 然後用電腦去看官網的19 in 20 那條片 因為我們要教一些時間 大家同步的 正所謂 未能一起看直播 但願同步齊重溫 所以我們都很想同步一起看重溫 一起說一下波經 當然啦 除了看重溫之外 我們都會吹水 因為我們這場球是明晚才打 好 接著之後就看到其他球隊爭前四 昨晚熱刺和了愛華頓 我真的很有感覺 早兩年 我們真的還在爭前四 我還說 每個人都有前四恐懼症 但今年我們暫時都很穩定地坐在第二位 距離第三位的李斯特成有7分 距離第四位的韋斯咸有8分 相對來說都很穩定 在前四的情況 所以來說 除了聯賽位置有機會完成賽季的時候 在第二 比去年賽季完成的時候 在第三 進了步之外 其實前四恐懼症 我覺得在今季來說 是完全與我們無關 已經克服了 所以我們如果以今個球季和上個球季的相比 我們是否有進步呢 在聯賽方面的確是有進步 另外在杯賽方面 未知數 因為聯賽杯一樣 都是四強 足中杯是退步了 八強 但是歐霸杯是怎樣的呢 未知 現在起碼打和了 就入了四強 能不能夠再進多 兩步 有朋友經常提醒我 進就進兩步 不要進一步 拿完冠軍 所以我覺得是歐霸杯之所以 能不能夠我們奪到冠軍 或者最少進入決賽 我覺得是良度 真是很客觀 純粹看回我們的聯賽和杯賽的成績 我們有沒有進步 由於聯賽進步了一點點 足中杯退步了一點點 所以歐霸杯如果有進步的話 其實一定來說 我們今季是有進步 但這件事 我覺得也不是最重要的 暫在我的立場 反而我們季初 一直都踢得一般的 而且就算我們贏球 無論是今季的季中 我們就開始贏了多些球 以及上季的季尾 我們極度衝刺 衝到第三名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都是禮审和搬勞的影響 搬勞效應 尤其是上一季的季尾 是明顯得不得知了 而今季 季中的時候 亦都是因為大家都記得 班奴取了很多個月的 Man of the Match 你就知道 其實他一個人之力 真的能幫助球隊很多 亦都順應 因為班奴一人之力 他有好東西的鐵刃 亦都跟禮审有關 因為班奴一個人 可能90分鐘都不停製造機會 所以一定是 班奴或其他球員都可以禮审 例如福仔和蘇爾 在左邊經常都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發展到近三四場球 大家知不知 我們已經去到 我不能夠說發揮得淋漓盡致 但是起碼在進攻踢得很順 說真的 這兩三場球 尤其是我做了超級慢鏡看真點 就發覺到我們 從中場運到前場 以往我們覺得 沒有人能做到的 只有班奴做到的 每個人都不行 後面只會打橫猜打後猜 也不知道是否運高二的效應 到現在都未陰雲未散 但是到了這兩三場球 雖然你可以說 我跟格林達達不是一隊很強的對手 熱刺不是太糟了 摩連奴帶領的熱刺有多糟糕 但是我們都能夠做到 運球從後場到前場 然後到進攻都非常順暢 還要不止 很多人都做到 包括 記不記得早兩場 連特洛夫一個很漂亮的直接長傳給福仔那球入球 記不記得 連馬迪也在中場 我昨天說 找到班奴那球 雖然班奴射不入 但是馬迪也找到 班奴找得相當之出色 馬迪也在幾球的策劃也有他份 說真的 就算我們經常說 破壞力很強 無論是破壞人家的防守 無論是破壞人家的進攻 或者是我們的進攻 都很強的廢特 其實他都不停地 是能夠把球運向前面 現在說真的 這麼多中場裡面 唯獨是麥湯 在這幾場 就沒有在運球上 很明顯的表現 但可能我看漏了也還未撐 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場球 實在太多東西可以留意到 但無論如何 我們的中場運球上 真的順利了 而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的前場球員 又有走位 剛才說的兩球球 班奴式走位 誰都知道 福仔也能夠拿到 連特洛夫的長傳式走位 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當然 我們的進步 又不是完全進步了 也有些 個別球員的漏集仍然存在 例如福仔 總是喜歡走入人堆 但是不要忘記 福仔走入人堆之後 起碼班奴 還有好像 有一次是班奴 有一次是忘記了是雲迪迪 還是誰 誰懂得知道 福仔是這樣的 你去衝來的時候 去後面撿一撿 可能有事可以撿到寶 結果撿到寶 至少我記憶中也有兩次 不是的 對不起 是有一次是福仔走入人堆 去班奴 撿到好東西 另外是班奴被迫走入人堆 不知道福仔還是索爾 撿到好東西 說真的 以上所說 都是一些 發生了不止一次的事 為何會這樣發生 為何我無緣無故今天會想起這件事 我真的沒有看過報道 沒有看過任何新聞說 為何我會想起這件事 就是昨天就說 轉了那些報 紅色轉黑色 大家就拿到大家 真是這麼簡單 而且就是解釋到主場 我們作客這麼厲害 為甚麼 我就想到 原來 一個月 一個多月 我們就有了足球總監 有了技術總監 其實 剛巧這麼巧 廢查成為了技術總監之後 我們的球員突然醒來 禮審的程度 是多到害怕 還是說 其實真的是廢查 記不記得 我想大家就好 因為那個系列的節目 我看到很少朋友看 就是我做了一個playlist 就是做了大約四集節目 去講解我們的新足球 足球部的架構 有了技術總監 有了足球總監 之後大約如何分佈 在那個系列的節目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我講過廢查 原來是一個戰術兵 他很喜歡研究戰術 以及很喜歡研究 我們如何研究 他的法上是怎樣的 這個也是我們季初說的 蘇斯一查在戰術方面 真的有很敏 加上現在大家的畫面 看到的卡叔 以及 Kira McKenna 其實我們真的看不到 就是很靠禮審 個人的技術 個人的能力 但是真正的 不只是廢查這麼好 好命醫生醫病尾 還是他真的有料到 這個問題我想問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提出這個問題 讓大家可以想一想 想回我們這一季的發展 就是廢查來了之後 我們好像越來越會劇 還有一個因素 當然我想大家都會說 就是普巴的復出 這個也一定有影響 因為沒有好的球員 就算有多好的戰術 都未必能夠執行到 這件事是哥迪奧娜說的 所以我覺得 除了普巴復出之外 是不是就是廢查 在戰術的設計 以及每個球員 跟他們教他們 我們的戰術如何踢的情況 都有互相影響之下 令到我們這段時間踢得這麼順暢 這就是我今集看到一些事情 亦都想問問大家 因為 有一件事 我要收回的 就是什麼呢 早幾天 我不是回答大家問題的 有一位朋友問我 曼米早晨的事情是否你一個人做完 我不是跟他們說 是呀 剪接、前後、錄音、資料等 全部都是我做完的 但是我發覺我要收回這句話 為什麼呢 其實呢 你們各位都有份 我經常都說 沒錯 很多朋友說 很多人都說 很多人都沒有了 很多人都沒有了 但是 萬米早晨的聽眾 是非常有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現在立刻告訴大家 兩個很重要的例子 其實聽實 跟你們有關的 你們都有份 所以我真的要收回 萬米早晨 是不是一條件都做完呢 其實不是 很多資料上的東西 是靠你們 你們在Youtube的留言 你們PMDM我給了很多有用的資料 第一個例子 今天早上的影片 就是問阿瑪那球 為何不出VAR 那我就說 難道 這個當然是阿瑪那球 而且昨天也是 昨天那條影片 我就說 原來shoulder to shoulder 就不是犯規了 立刻有萬米留言 shoulder to shoulder 意思是肩膀做肩膀 如果肩膀撞向別人 不是肩膀的話 就不是shoulder to shoulder 澄清了 所以真的 我們的萬米真是很有料 接著 今早 說一下阿瑪那球 為什麼沒有吹VAR 為什麼VR沒有吹 另外 有位萬米 他也要留言 好像是同一位萬米 如果沒有記錯 不過 我們屬球例的萬米有幾位 Anyway 他就說 阿瑪被踢跌 沒有VR的原因 就是因為VR助理球證 認為這球球 不是會導致入球的犯規 以及如果屬於這個犯規 VR要參與 是要有四個重點 因為 如何決定一個 入球機會 被犯規了 就是犯規的地點 以及球門的距離 整體球的方向 保持或獲得控制皮球的可能性 防守球員的位置和人數 阿瑪那球 頭三點鐘一定是 100% 但最後那點就是 防守球員的位置和人數 其實我也能夠拿到 不過我沒有說 因為 第一次侵犯阿瑪 但不能踢到那一刻 阿瑪前面真的沒有人 但由於他停一停 再拿回球 第二次真的踢到他那一刻 阿瑪的身後少少 或者左手面那裏 是有個防守球員 其實我能夠拿到的 不過我特意不說 說真的 這位球迷就說 其實很大機會就是那裏 但說真的 這個是很主觀 雖然我們看到阿瑪不是一個很強速度的球員 但我也是看到阿瑪是前了一點 就是說那個球員保持的位置的機會率 我就覺得不高了 當然了 明顯的VAR的裁判就覺得高了 那就是這樣 那也是主觀的 所以有時候也沒辦法 這是第一個例子 我們的球迷 就是萬迷早晨的聽眾觀眾有多高質素 第二個就更加厲害了 大巴又可以證明大巴的氣勢是非常差的 大家這次要看畫面 有些賣賣留言給我 PM給我 就說大巴 這場球要留意 接下來搬離這場 因為阿魯麥 麥加亞 已經累積了九張王牌 大家都知道 我也記得 如果 十九場球 之內 你有五張王牌就停一場 某個場數之內 如果你有十張王牌 就要停兩場 我不知道為何 就記了三十六 其實實際上是三十二 而這位 觀眾聽眾 就直接截圖給我看的 誰知道我看漏了 我看了王牌 即是他截了兩張圖給我看 那我就看了第一章 不是當然九章 OK 第二章我看漏了 因為 其實我看漏了原因 告訴你 就是告訴各位球迷 各位聽眾 其實我以為自己記對 我就記了三十六 所以我知道是三十六 我還以為 如果搬來拿了 因為他重點是甚麼呢 搬來拿一張王牌的話 停兩場是 是列士和利物浦 是重點來的 那我還懶惰 回答他 不要緊 我說 麥加爾就算這場不拿 他列士拿了 利物浦也一定沒得踢 也不用計算他了 預算他了 其實我看漏了他的圖 因為我自己記錯了 又以為自己記錯了 然後這位朋友立即告訴我 喂 32場就剪掉了 所以 這個才是事實 如果搬來那場是32場 麥加爾拿不到王牌 沒有拿王牌的話 然後列士和利物浦就保留了 然後15章 15章就去到貴尾了 麥加爾就保留了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資訊 大家記住 麥加爾真的不要拿王牌 OK 但是 我就因為自己記錯了 又不知道自己記錯了 所以就看漏了 這位朋友給我的圖 這個又一次證實 大包的記事真是差的 後來我再想 36場哪合理 36場才剪掉兩場球 真的 所以 真的很多高手 所以我真的要收回 萬迷早晨 我自己一個一手一腳 其實你們也真的有份參與 OK 記住先說 幾件事結束了 除了多謝各位的萬迷 繼續報料 繼續支持 繼續留言 你們的Youtube留言 我都看光了 我也是那一句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有些朋友應該知道 其實你們的Youtube留言 在我們這裏的Youtube留言 起碼有一個Like 一個Like就是我的 多一個Like就不是我的 總之你們起碼會有一個Like 你們留言 就是我的 OK 因為我告訴大家 我看了你們的留言之後 一定會給一個Like OK 如果沒有Like的話 就只是看漏了 你可以告訴我 我聽聽的 OK Anyway 今天十點半 跟大家一起 未能一起看直播 但願同步齊重溫 我們格蘭拉達 再一次贏2比0那場球 另外 記住 我們將會 明天就會看 Bunny那場球 麥加亞 就不能取得王牌 會不會因為這樣 你不出他 要考慮我這個考慮 但是 只要 明天那場不取得的話 我們就會 阿伯加亞 就不會被罰停賽 因為王牌的問題 OK 這節非常開心 因為可以說了很多 我的心聲給大家聽 也在這裏再一次 多謝各位 萬迷的支持 以及他們的提點 以及他們真是高手 這次就這麼多 拜拜